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合了道家哲学和传统智慧 我们的配方不仅提供身体所需的原料 更激活了您内在的自我疗愈力量 从今天起 加入成千上万已经改善健康的人们行列 感受那份不一样的轻松和自信 别犹豫了 立即访问我们的官网健康520 开启您的健康新篇章 三高代谢宝 不仅是您的选择 更是您健康的转折点 好 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贵州省前西南州安隆县苗族人 因此集体抗争事件 时隔几天之后传到海外 引起关注 这宗警民冲突发生在1月9日 事发地相当偏僻 是安隆县下属石灰窑村 当地政府未创收 强行规定必须在公墓下葬 但苗寨一位老人去世后 家人付不起数万元人民币的公共费 因此把骨灰带回家 准备在村里安葬 于是政府派出特警上门抢骨灰 结果激起一场暴力冲突 村民不仅砸烂警车车窗玻璃 还封住了村子的出口 特警们只能束手就擒 上脚盾牌 徒步逃离苗寨 从现场视频看 特警有上百人 事件在海外社没发酵 视频人袁斌13日在大纪元发文表示 贵州苗民事件中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是 没想到政府会为几万块钱如此兴师动众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当地政府太缺钱了 区区几万元他们不想放过 第二是 没想到苗民的反抗这么劲爆 袁斌认为 在以往曝光的民众抗暴事件中 似乎还没有一起把警察打得落荒而逃 这次贵州事件可以说开了先河 可见老百姓只要不怕死 人心齐 共产党的暴力是能够被战胜的 第三是 没想到警察特警竟然这么快就投降了 见惯了他们镇压百姓时的气势汹汹 都以为他们是很厉害 没想到这次都垂头丧气 如丧家之犬 其中一个年轻警察被捉后 蹲在路边 面对村民双手合掌 做着求饶的手势 袁斌说 如今政府的钱袋子都瘪了 警察们也被降薪 在这种情况下 愿意为共产党卖命的人越来越少 尤其是在遭遇激烈反抗时 谁不把保命放在第一位呢 袁斌最后提到 时评人袁成功先生早前的分析 中共维稳力量集中在城市 乡村是薄弱环节 农民人多势众 村官事故立丹 上级政府鞭长莫及 乡村维稳 事成空严 乡村火药库引爆 中共政权的瓦解将从农村开始 那时中南海鞭长莫及 心不能使弊 弊不能使指 这就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时候 台湾13日举行了大选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并将于5月20日就职台湾总统 14日 拜登政府派两位前高级官员 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 以表达美国对台湾顺利举行大选的祝贺 以祭对台湾的支持 并重申美国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 这次访台的高官分别是 前国家安全顾问史蒂芬·哈德利 和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史坦伯格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劳拉·罗森伯格 将一同培行 路透社表示 美国派前高级官员在台湾大选后 访台是例行性安排 并非异常 尽管如此 有关访台的消息仍引发了北京的不满 中共外交部毛宁 当时在记者会上说 美方应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与台湾的官方接触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 15号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先生 拜登政府马上派了高官去访问台湾 我觉得他就是表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共享价值观 大家是站在一起 日本政府也对台湾的选举 把台湾的民主的过程表示祝贺 中共马上就对他批判责难 那中共的责难实际上也就是让世界的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中共的做法是跟这世界共同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有益 再一次的祝福台湾 祝福台湾的民众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赖清德当选总统后 也发声明表示祝贺 布林肯说我们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我们将继续在经济文化和民间等各个方面扩大和加深交流 使台湾免受中共的胁迫和压力 这些言论也令中共恼怒 中共要求华盛顿停止媒台官方往来 对此张本珍认为中共其实是很虚弱的 台湾的选举我觉得它的指标 后面跟美国的选举 世界有好几个热点的地方 台湾是作为一个领先的指标 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而且中共虚张声势的威胁 就让人看到了实际上中共政权是非常虚弱的 非常虚伪的 他讲的话台湾人民真的可以对中共的本质 更深的理解之后 你就完全可以有应对的方法 最后张本珍表示 台湾是自由民主的榜样 反称中共极权统治的罪恶 台湾是一个感受到非常好的生活 非常好的医疗的体系 人包括你在城乡的居民 包括农村的这些农户 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安排 退休之后 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的保障 就方方便麦的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面非常好的镜子 造出了大陆共产极权 他是极力的为自己 这种利益集团完全是不顾人民生活 而人民的基本的生活要求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镜子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往前攀降的采访报道 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 15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 太平洋岛国诺鲁共和国 将与中华民国断交 所以中华民国决定即日起 终止与诺鲁共和国外交关系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 撤离大使馆及技术人员 总统府表示 中共用经济利用诺鲁与台断交 是对台湾民主价值的报复 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强调 台湾大选后 中共积极接触诺鲁政府 利用经济援助 使诺鲁外交转向 与台湾断交 并改与中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中共想用这种方法 打击中华民国不会成功 用这种方法夺取台湾邦交国 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不会承认 台湾外交部指出 就在全世界众多民主国家 祝贺民进党赖清德当选总统后 毕竟当局用这种方式打压台湾 冲击国际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这既是对民主价值的报复 也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 林玉禅表示 诺鲁共和国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 以及一中原则等为由 与台断交 对此中华民国表示强烈遗憾 中华民国台湾将持续 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为区域全球和平稳定 及繁荣发展贡献心力 为什么中共要优势懦弱 与台湾断交 西方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前 驻法国特人大使吕庆龙先生 他表示 台湾大选后 中共给台湾压力 这是政治的刻意的操弄 中华民国政府的下马威 这是他们患用的各种压力 外交的一些压力 把台湾的邦交国减少 给台湾能看 另外 吕庆龙先生认为 中共的言心暴露无疑 最后 吕庆龙先生强调 中共做的这个仇事 更能让台湾人认清中共 是不可信赖的 洪杜拉斯2023年和台湾断交 中华民国目前有12个邦交国 以上是新网之声记者 王倩攀祥的采访报道 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工学员 侯立军被中共绑架 在禁中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 1月7日被送到109公安医院抢救 仍然不让家属探望 侯立军于2023年4月25日 遭到中共绑架 被非法判刑10年 后被关押在山西禁中监狱 被绑架后他都在绝食 侯立军清楚自己是没有罪的 所以才要用声明捍卫自己的权益 结果遭御方野蛮惯食 每次都几乎窒息 侯立军的阿姨康女士 对新唐人表示 侯立军在禁中监狱高管区的 6个多月内 被迫害到两腿腹肿 严重贫血 多日不让睡觉 长时间坐小板凳 血压超出正常值 家属去探望 一直不让见 康女士强烈要求 中共立即无罪释放侯立军 康女士说 希望监狱的预警 109公安医院的工作人员 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善待法轮功学员 停止迫害 侯立军曾在山西太原工商银行 从事保安工作 2000年1月 他因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 被非法劳教两年 2002年10月1日 他与妈妈仅因为修炼了法轮功 被绑架 侯立军的妈妈被冤判11年 出狱后还不断被迫害和骚扰 于2020年含冤离世 而侯立军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绝食后 逃离了看守所 2023年4月25日 再次遭到绑架 对此 旅美大陆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新唐人表示 修炼法轮功是一个人的信仰权利 是基本人权 受国际公约保护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有的罚判 都是非法的 吴绍平说 我看不出中共判他十年徒刑 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和证据依据 应该允许他跟亲属朋友见面 剥夺他的这些权利 是侵犯人权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13日 中华民国台湾大选中 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结果揭晓 执政党民进党夺得总统席位 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肖美琴 赢得正副总统 但民进党 国民党 民众党三大党 在国会的席位均未过半 专家认为 台湾人民很智慧 既沿袭了蔡英文路线 又让党派之间高度的相互监督制衡 2024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落幕 执政党民政加拿大主席赖建平 对希望之声表示 这次非常重要的选举 是台湾人民做出的一个坚定的选择 他们是选择了继续蔡英文路线 维持现状 选择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拒绝的是独裁专制 拒绝的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有个共识 拒绝的是共产党的狼子野心 选择了民主自由 选择了跟西方国际主流社会 站在一起并肩前行 所以它应该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同时也是共产党 中共的失败 是习近平文攻鼓吓路线的失败 习近平通过这次选举 在台湾问题上已经遭受了三连败 败得很惨 中共在台湾选举前不断说 在民进党或者其他两党之间的选择 这是在战争和和平之间做出选择 并批评台湾当选总统 是麻烦制造者 散布台独言论 国民党在竞争策略上 也呼应了中共的这一说法 针对台湾人厌战的心态进行公信述 这次选举本质上是民主与独裁的选择 自由与专制的选择 勇敢与懦弱的选择 自卫和投降的选择 正是因为台湾人民选择了 民主、自由、勇敢和自卫的决心 所以他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拒绝战争 谋求和平 台湾人如果选择了国民党 那种贵前中共 贪生怕死投降主义 那台湾就会赢得一场无形的战争 中华民国台湾就会灭亡 这个政绩就会不存在 所以我恰恰认为 台湾人民这一次的选择了 勇敢、自强、自力 来抗拒中共的霸权 以及它武统的狼子野心 从根本上把自己立于一个更加安全的禁地 乃近平认为 爱卿德当选总统 既在中共的预料之中 也会使他手足无措 流氓学者李元华也表示 这次选举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比如中共多年来一直在打认知战 很多台湾人对中共认识不清 如果美国不干涉 他早打了 因为国际社会遏制中共 想维持现在的这种状态 不想让他肆意妄为 他又没有能力肆意妄为 所以他才不打你 如果说他有能力了 你不管你跟他什么态度 他都要控制你 除非你想屈从一大 像香港似的 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 让中共指派 整个的经济利益全输给中共 最后你就变成中共的一个城市 连一个省都不是 如果你还想保持民主的政题 那你就不要亲近他嘛 而且台湾经济是非常好的 GDP人均 现在是亚洲 它是第一啊 很多年轻人 把自己生活忘买不起房子 归咎于民进党 凡是这样年轻人 谁毕业能买房子 美国中国都买不了 全球都是这样 你如何认定中共 你如何去坚守你的民主 你如何保护你民族国家这种安全 这是所有台湾人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李元华呼吁 台湾的国民教育 要加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这才是根本 否则台湾的民主政体 很容易被颠覆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 王霄的参访报道 这期的红朝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 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